现在是9月10号下午5点 我们继续关注超强台风颤都的最新动态 颤都现在依然是18级超强台风 可以看到它这个颤都风力的变化 9月9号11时是18级 然后后面变成17级16级 现在又变成17级18级 目前9月10号14点又变成18级超强台风了 这风速又风力又变大了 看来这个台风真的是好猛哦 可以看到颤生风力10级 颤都风力17级以上也就是18级 然后这个颤都它的这个标志是一个红色的 红色的明显就是表示超强台风 然后这个颤生的话 它是这种偏绿色的 明显它的风力是10级 是一个不怎么强的台风 今年第二号超强台风 苏力机巅峰时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68米每秒 然后颤都现在的话 9月10号14时 它的风速65米每秒 17级以上超强台风 马上就要超过这个苏力机了 是否可以晋升为今年的风王 能需看后续的发展 目前受颤都的影响 降雨主要分布在台湾 还有福建的北部 浙江大部 这些地方 还有上海这些地方 为什么颤都会变得这么强大呢 在双颤风相互牵制作用下 两个颤风都会尽可能争夺 水汽能量实力更为强大的颤都 可能在动力抽吸作用下 争夺 堪生台风的水汽能量 从而变得更为强大 目前颤都它的移动轨迹 在不停地变化中 所以要及时地关注 这个气象变化 它有可能登陆台湾 有可能登陆浙江 或者登陆上海 也有可能跑到日韩去 日本韩国去 我们的 这个 如何